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一旦失去健康 给你再多的财富 也会用不上 所以我安德斯王龙林 在健康好生活节目里面 邀请了医生 以及专业的健身教练 营养师 和大家一起打造出 美好的健康生活 这一集我们将谈的是 孕妇的健康 很多人在网络上看着 孕妇顶着大肚子 还在做运动的影片跟照片 可是很多长辈都说 孕妇应该在家里乖乖待惨 不是吗 那孕妇到底适合做运动吗 很多孕妇都觉得 在怀孕的时候 不可以做运动 一定要待在家里 好好休息 其实这种想法 其实是不正确的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 在孕妇在怀孕过程之中 都应该做一些适量的运动 会不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呢 那么有几种情况之下 孕妇是不适宜做运动的 第一种就是说 如果这位孕妇 在怀孕的过程之中 是有流血的问题 那么他们就不适合做运动 第二种状况 就是说 这位孕妇是有流产的风险的 比如说 他们之前有流产过几次 或者是说 在现在这个怀孕过程之中 他们的宝宝也是不稳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建议他们做运动 那么有哪些运动是适合孕妇的呢 孕妇适合做的运动呢 就是那一些没有碰撞性的运动 对自己身体不会造成危险的运动 那么最好的例子就是游泳 在游泳池里面 孕妇就不会 不能自称自己的体重 那么也不会弄到自己的身体会受伤 那么第二呢 也没有这个碰撞的风险 那么第二种他们可以做的运动呢 就是这个伸展运动 就是在家里做那种stretching exercise 可以把他们的根骨呢 都比较疏松了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他们也可以在 这个跑步机上面慢跑 或者慢走的 那么因为跑步机是在室内的话呢 他们受伤的机会就比较低 那么其余的运动 比如说 户外散步啊 那一些运动也是可以的 那做运动对他们来说 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给他们做的姿势 或者是他们走路的姿势 都会比较健康 那么在怀孕的过程之中呢 就不会有那种药酸啊 背痛啊 这样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说 可以提高他们的体力 然后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怀孕期间呢 他们是需要体力的 因为他们需要 去钢琴一个 更加重的一个体重 在胜的过程之中呢 他们也需要体力呢 去把宝宝生出来 那么呢 做运动呢 也可以让一些 疾病的复发率会比较低的 比如说 糖尿病和高血压之类的 那么有些孕妇呢 在做了运动以后呢 也觉得他们的身体心理呢 都会觉得比较 比较好 比较舒适 从而呢 就会减少一些 产前跟产后的忧郁症 那么孕妇在做运动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呢 孕妇们呢 在做运动的时候呢 是要几项重要的问题 他们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呢 就是说 孕妇呢 只能够做适量的运动 不能够太积极的去做运动 比如说 一些笨笨跳跳啊 会伤害到自己的运动呢 他们是不可以做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在运动之前呢 应该做好运动的准备 比如讲 要喝足够的水分 要吸取足够的营养食物 他们才可以去做这个运动 那么第三呢 要确保他的地是平的 然后四周围的情况都是比较安全的 经过医生一般的解说之后 我们才得以了解 原来运动对运处在分娩时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马上来做一些轻量级的精力训练吧 首先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呢 你可以找着墙壁来扶着 或者你像是在公园的话 你可以找椅子 或者是像这一类的 有一个扶手的扶着 首先呢 你把你的脚稍微轻轻的抬起来 大概在20度左右 然后呢 往上提高到35度左右 保持这个动作呢 再做维持时下 做完左脚之后呢 记得要换右脚来重复做这个动作 这时候你在提脚的时候 你是会感到说 你的大腿的后侧跟前侧 有稍微使到一些力呢 好 那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 在这里你要温馨提醒大家 大家都知道 做运动在30分钟以上 才会燃烧脂肪 可是在这里建议 孕妇所做的运动 并不是要燃烧脂肪 而是要达到 让你的这个激励训练 第二个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脚抬起来 大概在35度 或者是30度左右 然后往上这样提 也是非常慢的速度 来进行做这个运动 在你提的时候呢 你会也是感受到 你的大腿这方面会有持到力 也是同样的维持在10下 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换另外一只脚 10下 那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呢 孕妇在运动前 中后都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为什么要补充水分呢 因为水分可以帮助降体温 如果你们体温升高的话 宝宝的心跳也会跟着加快 那如果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你觉得会有点不平衡的话 你的手可以插腰哦 接着要分享的第三个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你只要这样子稍微站直之后呢 你的后脚稍微抬起来一点点 对 这时候你的身体可能会有一点向前倾斜 是正常的 好 这个时候你抬起来之后呢 你就把你的脚这样子向上收缩 这时候就感到你的小腿跟大腿呢 会有使到力 对不对 同样的 这个动作要维持10下 那在这里也要建议孕妇在做运动的时候 要选择适合的衣服 最好是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 那会比较影响啦 因为穿得太紧身的话 你可能做了运动呢 也容易使你的体温上升 那就不太好了 那做这些运动呢 主要的功能就是帮你的双脚 能够更加的强健有力 因为你在怀孕的过程中 肚腹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样的话会很失利 所以这些运动都可以帮助你 使得你有个强健的双脚 这样的话呢 就一个愉快怀孕的过程啦